徐凤 这三十场演唱会 家里人有去看过吗 到目前为止 我演唱会 像我爸妈 还有我其他家人 都没有机会 因为都是在外地比较远 我希望明年 在北京 公体的时候 这个演唱会 能把我妈妈和家人都请过来 让我爸爸推我上台 今天我们也把爸爸请到了现场 我们请杨爸爸上台 来 欢迎你 这么多年 儿子在外面 您是不是特别担心和牵挂呀 是啊 他身体这样子 我挺担心的 家里也经济调也不太好 调 花好多钱也调不好 后来我说你很开心 我都高兴 叔我问你这个问题 十六岁 诊断出这种病 你不觉得 它是一个负担吗 他摊抗动不了了 吃不了喝不了了 也动不了了 就等着死了 哎呀 我心里挺难受的 可这话我没跟他说 我还鼓励他 锻炼 想想 我说只要你高兴 我心里都踏实了 我怕他也是有思想压力 他说当时离开家是因为 如果在家里 您还得照顾他 他不想拖累你 有动静 不管是他 连我 他母亲呢 也是这样 做炕上 也是 什么也干不了 我还伺服 我老伴 还有他在国内 我给你做饭呢 还伺服他 还是这样的 其实我父亲 真的是我的偶像 小时候我得病之后 我爸爸跟我说 看看张海敌 每一次我回家的时候 我爸爸都给我 做各种好吃的 我爸爸是国家的 一系厨师 他以前炒菜非常好 哇 好厉害的爸爸 我想说呢 就是 我现在啊 有能力 给我爸爸买茶 也喝了 我就希望 我爸爸 跟我妈妈 都能够 健康快乐地 度过每一天 我希望将来以后 他们两个 都能够 很平静地 很平静地 对待未来 所发生的一切